整個班級的小朋友 有秩序的躺在地板上 但是大多數都沒有戴上口罩 讓家長看了很生氣 扣訴國小三年級班導師 要求學生在教室脫口罩 給予錯誤觀念 讓小朋友直接躺在地板上做瑜伽 擔心沒有瑜伽店防護 以及沒有戴口罩 都對孩子不太好 他是因為有部分的學生 他有反應 他口罩過於悶熱 有不舒適感 所以老師同意同學在此摘下口罩 海中北屯區這一間小學被家長投訴 學校澄清可能是小朋友理解錯誤 校方並沒有鼓勵不戴口罩 表示影片是1號當天最後一堂課上進瑜伽 小朋友都只有躺著不動 當時地板也都有擦拭 市長也有要求他們保持安全距離不說話 全校也是遵守防疫規定 學生在校是全程都需要戴口罩 我們也嚴正地告誡這位老師 不要因為您意識地體諒學生 然後造成防疫的一些缺漏 校方表示老師是出自於好意 擔心小朋友長時間戴口罩 會不舒服想事實鬆綁 學校也有跟老師勸導了 還有一點疫情 所以我覺得應該還是要戴口罩 政府立命啊 這我說可以 你說不可以也不行啊 應該有一些放鬆一點 唱歌就在唱啊 吃飯就在吃啊 當由疫情爆發 有人認為還是謹慎一點比較好 但也有民眾表示 疫情漸漸穩定 適度的鬆綁其實也不壞 校方也強調 全校還是都以遵守中央規範為主 就算疫情降級也不鬆懈 會改進請師生都把口罩給戴好 7月新聞女神用理賽影台中場報導 請支持TVBS國際Plus全新頻道 讓您擴大視野掌握趨勢接軌全世界 更請訂閱開啟小鈴鐺